第1473章 独斗双胜 序屋的空间之中寂静无声,空间轮流悄然涌动,暗运着致命般的危机。 寂静之中突然间传来刺耳的破风声,寻寂大批的流光自远处黑暗尽头浮现, 然后以一种相当迅猛的速度闪电般的暴躲而至。 沿途所带起的狂暴进风连那空间乱流,都是为生生的撕裂而去。 大姐,三大龙岛今天大起于进攻东龙岛,若是得到我们相助的话,应该能够击溃东龙岛。 在那位领头的红袍女子身旁,一名身着黑袍的老者缓缓地开口道, 她的声音极其地嘶哑,嘴巴微微开河间有种可怕的犀利悄然蔓延而开。 此人号称金黄,不少她的对手在被她擒住后,都是为其生生地吞了。 此人的凶名当年在魔兽界,可当真是极端的响亮,所到处不少强者都是闻风丧胆。 不用感觉那么急,让他们多火拼一下,死得越多越好。 红袍女子目光一闪,淡漠得道。 嘿嘿,三大龙岛居然会找我们当帮手,当真是让人意料之外的事。 另外一名面色有些阴旧的老者,也是怪笑道。 他是天妖皇族之中的英皇。 等解决掉东龙岛,并且得到龙皇血脉之后,三大龙岛也迟早会被我天妖皇族所铲除。 红袍女子淡淡一笑,袖袍一挥,刚欲提素,一抹危机之感突然在心中生气。 然而,还不带他有什么反应,那下方的空间乱流中,猛地爆发出一股极其强悍的斗气匹炼。 这些匹炼极其灵力,瞬间便射进了天妖皇族众人之内。 当下灵力的惨叫声便是爆发而起。 何妨无胆鼠辈,居然敢偷袭我天妖皇族,简直是找死。 红袍女子也是在此刻猛地回过神来。 见到一下子便是死伤惨重的天妖皇族,顿时暴怒。 御守突然对着下方空间乱流一抓,那里的空间便是生生扭曲起来。 旋即砰的一声,那极其狂暴的空间乱流,居然直接被其一掌爆轰了去。 呵呵,若是无胆的话,又怎敢半路截杀你天妖皇族。 空间乱流暴力而开,一道大笑声突然响彻而起。 旋即一道身影,其中闪躲而出,最后出现在天妖皇族众人对面。 双臂一摆,一股滔天气息便是弥漫而开。 天妖三皇,几百年不见,别来无恙啊。 你是…… 凤凰目光寒煞地望着那出现在面前的妖明,眉头皱了皱,顺其眼神顿时阴沉了下来。 妖明?你居然还没死? 居然是那个老怪。 他不是走火入魔陨落了吗? 听得凤凰此话,那金黄与英黄也是一愣,说道。 呵呵,你这三个老妖都没死,本王怎会轻易陨落? 妖明大笑道,不管你究竟为何没有陨落,但妖明,你胆子可当真是越来越大了。 看来这些年,九余地名莽族,过得太舒坦了,莫非,你们真的以为你们能与我天妖皇族齐名,便够格在我族头上撒野不成。 凤凤凰面色阴寒地盯着妖明,语气森森地道。 呵呵,天妖皇倒还真是好大的威妨。 一道淡笑声突然地从妖明身后传出,其身旁空间微微波荡,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你又是何人? 望着那出现在妖明身旁的人影,凤凰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他能够感觉到那座人影居然也是一位达到了一星斗圣后期的强者。 硝烟? 凤凰此话刚刚脱口,那后方的凤青儿以及九凤却是一脸惊骇的尸声道。 硝烟?你爹是那个坏我天妖皇族未曾得到龙皇本元果的罪魁祸首,硝烟? 听得两人的惊叫之声,那凤凰的脸颊彻底阴沉下来,望着硝烟咬牙切齿地道。 看来我的天妖皇族中倒是名声不弱呀。 硝烟唯唯一笑,目光随意地瞥着眼九凤以及凤青儿。 而在他这的目光扫视下,两人居然都是有些瑟瑟发抖起来。 两年多不见,那凤青儿的实力依旧是在原地踏步,显然是因为患古实力暴涨后所带来的后遗症。 他这一辈子,实力都不会再如何精进。 更别说踏入了半盛,至于那九凤倒是达到了九转斗尊巅峰的地步,距离半盛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显然这今天的天妖皇族的未来族长,还是有着不低的天赋。 凤凤身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目光阴沉地望着硝烟。 妖明那一群人这种局面,显然是来者不善。 妖明,你这番作为,是想让九幽地鸣芒与天妖皇族彻底开战吗? 凤凤声音冰冷地道。 没办法,我也受到了邀请,只不过不是帮助三大龙岛,而是帮东龙岛。 妖明探了探手,笑道,他也并非是寻常人物,怎么可能会被凤凰所吓到? 后者的凶名对于他来说,没什么威慑力。 三位,要不你们现在带人掉头回去,我们倒不会动手。 肖炎笑眯眯地道。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让我们掉头? 而且就算我们回去了,你还真以为东龙岛便污视了不成。 三大龙岛如今,恐怕已经彻底江东龙岛包围。 等你们赶过去的时候,说不定见到的,只不过是一片废墟。 那面色阴旧的阴红阴冷得道。 文言硝烟绣袍中的拳头猛然紧握,没想到这三大龙岛居然如此急切,现在便动手了。 现在滚出虚无空间,不然便一个都别走了。 肖炎眉头微微皱了皱,也不再与天妖皇族多说废话,抬起头来,声音平淡地道。 凤契儿以及九凤儿听得肖炎此话,眼皮都是跳了跳。 这个家伙两年多不见,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要知道,他们这一行,可是足足有着三位太上长老。 这三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斗胜强者,这片天地间巅峰般的存在。 小贝,老子叱杀斗气搭路的时候,你老娘都还没出生呢。 那阴红听得肖炎这般不客气的话语,眼中顿时,凶光暴射。 体内滔天斗气如同风暴一般,瞬间爆发开来。 你算什么东西? 凤红也是脸颊冰寒,充满着杀意的阴洁从其嘴中吐出。 虽说他能够感应到妖明的势力胜他一些,但他们这边毕竟有着三位斗胜,而对方仅仅有两位。 这般阵容他们还占了不少优势,怎么可能说退就退? 呵呵,好,本王也想试试,这么多年你们天妖孙皇能有什么长进? 妖明仰天大笑,身形一动,便是暴躲而出。 羽人对付你,足矣。 昆皇,你对付那个小子。 英皇,你带领其他人将闲杂人斗,认输杀了。 凤凰冷笑一声,身形也闪躲而出,毫不相让地与妖明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顿时经一股股胀的人胆战心惊的能量暴动,便是席卷而开。 一个人肯拦不住我,你们还是两个人一起吧。 硝烟大笑,身形一动,便是直接出现在了那昆皇的身前。 体内金弓瞬间暴涌,其体型也是突然膨胀,蕴含着毁灭般进风的拳头,毫不留情地,便是对着后者轰了过去。 吞噬天地 面对着硝烟如此威势的攻击,那昆皇面色也识一变,嘴一张,黑气暴涌,瞬间便是化为一只左右百丈庞大的争鸣巨嘴,一口便是将硝烟拳头给吞了进去。 哼,胃口太大,小心撑死。 健壮硝烟一声冷笑,掌心狠狠一震,那黑气大嘴直接生生地暴力而开,残余的进风竟是倾泻至那昆皇身体之上。 被硝烟一盏轰轰重,那昆皇也是一声闷哼,脚步瞪瞪地连退了上百米,方才止入身形,面色有些震惊地望着硝烟,同为一星斗盛后期,但后者的战斗力却是格外的强悍。 二哥 那原本准备对小一仙等人出手的殷皇,见到昆皇直接一掌被硝烟轰飞,也是大惊失色,略走迟疑身形移动,便出现在了昆皇的身旁,目光警惕而阴寒地望着硝烟沉生道。 这小子有些古怪,我们二人联手,迅速将其斩杀。 文言昆皇也是迟疑了一下,咬着牙点了点头。 经过先秦的接触,以他一个人的实力,的确无法与硝烟抗衡,这倒是让他颇为的别犬。 那远处,凤青而于酒凤见到这一幕,面色也是有些惨白,目光不可置信地望着那道金色光影。 斗圣?而且还是比金黄长老更强的斗圣强者?怎么可能?这个家伙怎么可能在两年内进步如此恐怖? 在他们拼命地想要赶超硝烟的时候,木然抬头却是发现,他们连人家的背影都是已经看不见了。 这对于向来颇为自傲的两人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两道惊天动地的凤鸣之声突然地相撤虚空,昆黄与英黄两人的身体也瞬间膨胀,转眼时间便是化为半人半兽之状。 一股股激动狂暴的能量波动,如同风暴一般,一波波地从两人体内席卷而开,将方圆万丈之内的空间乱流,生生地震塞而去。 哈哈哈哈,双胜又能如何,今天便让我来领教一下,两位斗圣联手又能奈何我。 硝烟仰天大笑,笑声如雷,金色巨人踏着虚空,霸气绝伦。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474章。 第1474章 绝对压制 小贝找死 听得硝烟大笑,那鹰黄的脸皮顿时一抽,怒急返笑道。 他二人纵横斗其他路多年,当年凶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没想到如今遇见一个小贝,居然还想踩他们头上来去,这性子桀骜的他们无法忍受的事情。 二哥,出手,杀了他了。 鹰黄双臂自袖中探出,却是一对漆黑色森森的鹰爪。 其爪印足有半丈之长,如同一柄锋利的长剑一般,微微曲卷间有种可怕的力道,暗中凝聚。 文言那一旁的昆黄也是面色阴沉的点了点头,其周身黑气涌动,形成密密麻麻的诡异漩涡。 这是他的独门绝技吞噬之窝,拥有着这些漩涡护体,他便是不会受到半点伤害,足以称为真正的绝对防御。 大猎腰爪 鹰黄身形一动,背后足有十丈庞大的羽翼伸展而开,一个闪烁下便是出现在了硝烟上空。 巨大的黑色利爪猛地按下,灵力进风直接封锁住了硝烟的终身空间,然后狠狠地对着后者脑袋抓了过去。 昆黄血位 在鹰黄出手的时候,那昆黄也是不约而同地施展出凶悍斗气,黑气自体内抱涌而出,飞快地在硝烟下方形成了一个足有百丈旁大的黑色古怪形体。 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胃气观一般,在那胃的上方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如同猙獰的大嘴一般,疯狂地对着硝烟视摇而去,看那模样,似乎是想要将硝烟给吞噬进去。 两人一出手便是施展出了极为默契的配合,一上一下将硝烟所有的退路都是彻底的封死,而且出手尽是杀招,丝毫不给硝烟半点机会。 两人的凶名与凶性在此刻算是展露无遗。 硝烟目光飞快地在上下两边扫了扫,面对着两位斗圣强者的默契攻击,他倒是并未显得慌乱,伸出手指,猛地对着天空上那飞躲而来的爪风狠狠一点。 黄泉指 一指点出空间之内能量顿时狂暴而起,一只巨大的深黄色手指凭空出现,然后红隆隆地撕裂空间,带起可怕的声势,与那爪风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大天造化掌 一指点出硝烟丝毫不停,右掌突然对着下方便是一掌拍下,巨大的黑色光圈闪电般地扩散而出,最后将那黑色巨位生生覆盖,强悍的犀利爆发而出,将其生生地拖了进去。 在硝烟这般凌厉的反击下,爪风以及黑色巨位皆是被震散而去,而作为攻击的发动者,鹰黄与昆黄也受到了一些千年,体内气血好一阵翻腾。 这小子修行的斗机居然全部都是天剑,而且还施展得如此炉火春青。 硝烟这刹那间的反击,终于是令的昆黄与英黄二人面色有些变化。 目光飞快地扫了一眼凤黄与那妖明的战圈。 在见到凤黄居然失略为处于一些下风的时候,心头更是微微一沉。 明长老,你带其余的人将天摇黄族的那群人解决了。 硝烟一指一掌,针对昆黄英黄二人低沉的声音,也是在九游地名莽族,那位实力达到了终极半生的长老耳边响起。 闻言那明长老也不敢怠慢。 先前硝烟所施展而出的威势,连他都是有些心颤。 虽说他是半生的强者,但他却是明白,若是硝烟要对付他的话,他根本支撑不了五个回合。 众人随我来,今天便让天摇黄族瞧瞧我九游地名莽族的厉害。 明长老一声大喝,一马当仙,直接冲向了天摇黄族的那一群强者之中。 现在的后者阵容中已经没有了达到半圣级别的强者,最强的也便是九凤那种斗尊巅峰。 但斗尊巅峰与半圣之间的差距,却不是一星半点。 因此,面对着明长老这头猛火的冲杀,天摇黄族虽然人数偏多,但却依旧是颇有些溃不成军。 混账,你敢! 见到短短几个接触间,天摇黄族的强者便是出现了伤亡。 昆虹以及鹰黄二人顿时勃然大怒,然而两人刚刚前踏一步,一道身影,便是突然出现在了前方。 滚回去! 肖炎面色冰冷地望着二人,右拳猛地摊开,体内斗尽如同风暴一般汇聚在其手掌之上,一股可怕的波动迅速地漫延而开。 黄拳掌 斗尽如同喉水一般一波波地冲击而开,肖炎面无表情,右掌对着后者猛地一拍。 随着肖炎一掌拍下,虚无空间顿时波荡而起,巨大的掌印如同一方天地一般,骤然出现在昆黄以及鹰黄头顶之上,然后携带着那毁天灭地般的声势,轰然落下。 沿途空间顿时寸寸地崩裂而开,音爆之声蓬蓬地接连响起。 巨大的掌印如同山脉一般压顶而来,感受着其中所蕴含的毁灭力量,昆黄与鹰黄二人面色顿时彻底的凝重起来。 嘹亮的凤鸣之声在此刻响彻而起,昆黄与鹰黄二人身体突然膨胀而起,转眼间便是化为两头最有千丈庞大的天妖黄。 巨大的鱼一阵,两道百丈庞大的光柱便是从两人嘴中喷射而出,狠狠地轰击在那巨大的掌印之上。 这般撞击如同陨石镶撞一般,可怕的冲击力如同海啸一般呼啸弥漫。 给我压下去。 望着那居然被两人联手缓缓顶上去的黄泉掌印,萧颜目光一寒,没心处足蚊迅速涌现。 而其细细也是在此刻瞬间暴涨,几个眨眼间便是从一星斗圣后期突破到了二星斗圣层次。 不好,那小子细细突然间大涨。 萧颜的变化也是被昆黄二人所觉察,当下面色便是一变,然而还不带他们分散逃跑,头顶上方那巨大的掌印便是突然压来,两道百丈的光柱生生地暴裂而开。 萧颜目光森寒,红尘掌也是轰然落下,最后狠狠地轰在二人那庞大身体之上。 在落下的刹那恐怖的火焰也是从其中喷射而出。 遭受这般恐怖的攻击,两人所化的天妖黄,顿时皮开肉绽。 鲜血如同溪流一般,云云不断地从两人体内暴射而出。 低神的爆炸声在他们身体表面,此起彼伏地响彻着。 甚至连森森白骨都失露出了一大半。 这结结实实的一掌,直接将二人给轰成了小半个废人。 两位太上长老居然败给萧颜了。 昆黄二人的惨败,自然也是被那些正苦苦抵御的明长老、小一仙等人进攻的天妖黄族强者所觉察。 灯下脸色便是煞白了起来,那九凤与凤青儿更是目光呆滞。 他们没想到,萧颜居然凶悍到了这种地步。 给我封印了。 萧颜脚步一塌虚空,鬼魅般的身形便出现在了昆黄二人头顶上空。 手印急速变换,最后化为两道奇异的光柱,射进二人脑袋之中。 顿时两人身体飞快缩小,眨眼间便是变换成了人形。 但两人额头上已经是多上了一个奇异的符文。 这是一种封印之术,但却必须在对方毫无抵抗之力的时候施展出来,方才能够成功。 成功封印住昆黄二人消炎冰冷的目光,再度转向了那些天妖黄族强者。 而见到她的目光望来,后者等人顿时齐齐地打了一个寒斩。 连两位太上长老出手都拦不住这个家伙,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面面相去一眼,心中惊异大声。 居然都是斩动身形,鸟飞受散,对着四面八方逃窜而去。 哼,想走? 见状消炎却是冷笑一声,手掌摇摇以我,那虚无空间便是凝固成一座无形的牢笼。 袖袍挥动,牢笼迅速缩小,而那群天妖黄族的强者,则是被死死地困在一个不足十丈左右的无形牢笼之中,无论他们如何挣扎,都是于事无补。 那些九一帝冥蟒族的强者见到这一幕,也是悄悄地抹了一把冷汗,连那位名长老都是不曾例外。 消炎所展示出来的实力,方才让得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绝对的压制。 封印了昆黄二人,在镇压住天妖黄族一群人,消炎也是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这连分的施展,他也是费尽了全力。 一人独斗两位斗圣,消耗太过巨大,如果对方再多一个人的话,恐怕就算是消炎,也只能被拖入缠斗之中。 做完这一切,消炎略作休息,方才抬起头来,望着远处虚空凤凰与妖明之间的激烈战斗,不由得一声冷笑,大喝倒。 凤凤凤,昆黄与英皇已经落败,你若是再敢动手,每隔十夕,我便杀一个人。 听得消炎的冷喝,那正斗得难分难解的凤凰与妖明皆是一正,连忙地转移目光,旋即便是默瞪口袋地见到消炎手中所擒的昆黄二人。 而此刻的二人浑身鲜血淋漓,面色惨白,双目紧闭,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怎么可能? 望着这一幕,饶是以凤凰的定力,都是忍不住的有些同晕目悬,面色难以置信的南南岛。 斗破苍穹有声小说,由听中国出品《蜡笔骁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475章。 感谢观看。